好 我们继续说 接着上集 这是下集 或者叫第二集 说到了我第一次买电脑的情况 还没看过第一集的 建议先看第一集 我是借着在公园六弯录的这个视频 上集说到了我买电脑前夕 那么下面开始说说我买电脑的过程 人生第一次买电脑的经历 那是1996年7月下旬 二十几号忘记了 天挺热的 我家是天津的 电脑是从北京买的 委托的是一个电脑高手 就是我们县一中的计算机老师 跟我们一块去的 那个老师也挺好的 他还会编软件 我爸开着车带着我和老师 去了北京中关村 找了一个柜台 开始先询价 那时候CPU是奔腾100 相当于现在的英特尔12代的库瑞 我在电脑报看到的都是 AMD的5x86 其实就是486 说是5x86比586要快什么这个那个的 其实AMD那个时候就有这种 广告的剩法了 它只是在某一项评分高一些 但综合实力还是英特尔的比较牛逼 从里边绕一圈外边人太多了 其实我家到北京也没多远 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那时候还没有高速 很早就到了 到了之后先寻价 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寻价 就跟着老师走 寻完了之后这个奔腾100 好像是散装的 盒装散装我不太清楚了 那个奔腾100花了1000块钱 要不就1100块钱 主板什么的我也忘了 我记得没有声卡也没有音箱 响卡是什么的 我也忘了 记得是一个MX 或什么Magic 依照显存 据说做2D还是可以的 3D游戏不行 2D视频解码也不行 不能解VCD 但是它有点3D 那时候的显卡盒子就很大很牛 有一个明显的大字 写的是3D 什么什么什么 全加在一起 包括一个14寸的显示器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14寸的 一共花了7200块钱 1996年7月份的价格 鼠标是那种滚轮的 键盘我不记得了 是白色的 应该不是薄膜键盘 应该也不是机械键监盘 反正是那种乳白色的 机箱 我记得是AT机箱 好像还不是ATX 那时候很多电脑都是横着放的 显示器放在机箱上 机箱是握倒 我的第一台电脑已经改了 变成树方的了 但是也很小 有一个光区 是日历的四速光区 光区好像是400块钱 要不就是600块钱 那个光区有一个耳机插孔 可以听CD 可以直接听CD 不用系统 因为我这台电脑没有声卡 也没有音箱 我玩《大航海时代2》 和《新年七侠传》的时候 是没有声音的 也没有音效 但是我可以听CD 二三十块钱的耳机插在CD面板上 可以直接播放 一首CD也得有十六首歌曲 我就反反复复听 我听的是周华健的一首什么歌 一张CD 寂寞的演什么这个那个的 还有《飞跃迷雾》 《飞跃迷雾》这首歌 或者歌词挺有意思 特别贴切 因为我当时玩《新年七侠传》 有大量的迷宫 而且有迷雾什么的 挺硬景的 那个时候买电脑 基本买的都是兼容机 因为这样比较便宜 品牌机586 也就是奔腾 怎么说也得一万起步 联想有一个叫1加1 挺贵的 很漂亮 色彩很统一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兼容机 比较便宜 我这个没有印象更深海 也就是没有多媒体 虽然没有多媒体 但是算是性价比 老师先寻价 寻完价之后 感觉这家店铺不错 就从他家装 人家给报个配置单 觉得可以交押金 好像是1000块钱 还是几百块钱 交押金之后 人家就开始调货装机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和现在差不多 装完机给尾款 然后就拉着回家了 购买挺简单 我是一头雾水 回家就有电脑了 当时装的是 DOS 6.21 还有一个UC DOS 还有一个Windows32的中文版 就是这么多 默认就是这个系统 没有任何游戏 自己买了两张光盘 31张 他们说有一个叫 什么傻瓜学电脑 说是特别简单 其实我挺烦这两个字 不如叫小白学电脑 但是当时没有小白这个字 大部分叫傻瓜 或者叫菜鸟 总之是一种很不好的名字 对于初学者来说 但是他这个软件 就是初学者入门的软件 这个名字起的不好 后来到了家 我也很兴奋 但是兴奋点在哪 我也不知道 看着就高兴 回到家之后 我就给装了Windows95 因为我买的那两张盘 都有Windows95 还有英文的 也有中文的 切开它就装完了 奔腾100的CPU 8兆的内存 1G的机械硬盘 当时还有昆腾火球 我这个好像是细节的 要不就是卖拖了 不记得了 当时Windows95的最基本配置 我记得应该是4兆内存 我这还8兆 还好一些 所以说安装还是很顺利的 装完了之后 进Windows5 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想学学UC-DOS吧 还用不了 因为Windows5不支持UC-DOS 可能是太新了 UC-DOS还不支持Windows5 也没有CIT-ED 也就是说我们本地小朋友们 一起玩的那些软件 老师教的那些软件 还有书里教的那些软件 都没有 刚才被电话打断了 继续说 这个Windows95上面 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 就是一个空系统 点来点去也没啥意思 于是我就想到了 同学们说的 书上教的 老师教的那些 什么CIT-ED UC-DOS 这之类的软件都用不了 因为那些软件都是基于DOS的 而不是Windows5 而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在启动系统的时候 按住F8 可以进入DOS模式 后来学会了好像也不行 也不支持这种Windows5的内核 它只支持DOS内核 具体记不清了 反正都不行 也就是没过三天 我爸又把老师给请回来了 说电脑坏了 其实确实是坏了 而且还是很严重 并不是硬件坏了 是软件坏了 当时我哪知道 也急出一脑门子汗 后来老师来了很从容 Windows5 人也没埋怨什么 确实很从容 很淡定 他说当时装Windows5的时候 有没有创建一个什么启动盘 恢复盘 恢复这两个字 我是第一次听说 感觉很高大上很专业 确实有一个盘 他让我创建了一个盘 还好我有软盘 是3.5兆的软区 我把这张盘拿过了以后 老师好像进入BIOS什么的 或者启动的时候 选择用软盘启动 这个界面 我觉得老师专业度 开始体验出来了 人家老师可以选择用软盘启动 我就不行 人家老师还能看得懂那些英文提示 这个值得学习 觉得老师瞬间高大上 而且在启动的时候 好像按住了F8之类的 原来在这个时候可以按东西 好 再多的赞誉就不说了 说正题 人家到此恢复盘里边 有一个软件 叫恢复之前的系统 也就是卸载 叫UN 就安install 这个安装一般用setup 或者是install.bat.exe之类的 它这是反安装 就是卸载 当时他跟我说叫反安装 后来他知道叫卸载 而且是官方卸载 从DOS直接把Win95给卸掉 原来是这么操作的 骑着咔嚓 Win95装可是装了半天 我记得Win95当时开发布会 好像是40多张软盘 因为那时候还有软盘版 光盘版也挺慢的 它卸载几分钟就搞定了 然后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以后 65.21回来了 UCDOS可以用了 Win32也可以用了 哎呀还是这么舒服 然后老师就走了 老师走了以后 我爸也没说我 毕竟电脑并不是真坏了 是软件坏了 是属于不会用 这个老师再也没来过 我就精心研读 精心学习 学习各种电脑报大众软件 还有计算机应用文摘等等 等等 然后可能是没用多久 我又把Win95给装上了 因为我知道怎么卸载了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装了 然后后边就不说了 学习了很多东西 就是在实践中出真知 当然了在安装Win95之前 我还安装了很多游戏软件 当时我有个同学 人家后来上清华了 保送清华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还在一个学校 但人家高中是被天津南开中学 给直接要过去了 大学让清华给要过去了 后来清华读的博士 又让美国给要过去了 后来就没联系了 那小伙很厉害 当时我玩的第一个 仙剑七峡传 还有大航海时代二 都是从人家那拷贝过来的 那小伙也挺低调 文文静静的 那这个视频时间也差不多了 看来还得整个下集 简单说一下 我用第一台电脑的一些软件吧 好就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再见